我们每天都要喝水,但这件看起来特别简单的是,是有着不少传说,比如鲜滚水、阴阳水、纯净水。 喝水的工具,也被翻来覆去讨论了很多遍,比如凝水机和净水机到底跑不好。 这次,咱们就把喝水的问题说清楚。 一,鲜滚水有亚瘦酸盐,不能喝,真相,反复烧开的水里,确实有亚瘦酸盐,但量并不多,不用担心,所谓的鲜滚水,就是反复烧开的水。 在很多传言中,鲜滚水都不是什么好水,被口上的亚瘦酸盐超标,之来,造成身子驱降等种种罪名。 真是水在湖里烧,不从天上来,确实,自来水中含有瘦酸盐,在反复烧开的过程中,由于高温缺氧,会有副化瘦酸盐转化成亚瘦酸盐。 但是,即使多次反复烧开,自来水中的亚瘦酸盐含量也很低,即使反复烧开20次的开水,亚瘦酸盐都到不了日常的3%,低到不需要担心。 如果真的不敢喝前混水,那一煮就好几个小时的老火瘦酸盐,可怎么办? 二,营养水不能喝。 真相,凉开水和热水混合着喝,完全没问题。 但如果是生水和热水混合,有可能并从口入。 传说中神秘的营养水,是把自来水、浸水、河水等生水与热水混合。 正经确告,生水和白开水混合着喝,真的有可能导致疾病。 自来环境中的生水,没有经过消毒,可能还没有有汉微生物,不能直接喝,也不要把这样的生水掺入热水中。 但如果是混合热水和放凉后的开水、桶装水、瓶装水,那其实就是把不同温度的水混合在一起而已,没什么不好的。 开水烫水 不对点冷水,难道非得等到自然放凉了才喝不成? 只要水源本身是卫生安全的,凉水、热水、混合水,放心大胆地喝。 三,用水口的硬水会不会太健康。 真相,没有争执,能证明,硬水,会导致结石或其他健康问题。 大家常说的硬水,其实是只盖,美丽则含量较高的水,最典型现象,就是烧水壶用久了会出现水垢,让人心烦。 盖和美都是人体必须的元素,没什么可怕的。 更何况,即使每天喝2L硬水,喝掉的盖也比不过一杯牛奶,真的不用担心。 不过,硬度高的水确实有个硬伤,口感不太好。 四,饮水机里的水部卫生。 真相,饮水机应该每隔1到2月清理一次,否则可能治病。 大部分饮水机用的都是桶装水,合格的桶装水和纯净水,框悬水没有本质区别,一定要说有哪里不同,那就是容器不一样。 不过,桶装水是安全的,饮水机可就不一定了。 饮水机在使用过程中,可能滋生细菌,如果长期不清理,存在安全风险。 不是吓唬人,真的有人因为饮水机不干净,而导致疑性未尝眼。 这可不是闹着娃的,家里有饮水机的,一定要记着每隔1到2个月清理一次。 具体的清理方法,请打开说明书阅读,不同的饮水机方法不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Q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